OK Everyone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网上的学习 圣言的全能和效用 这个以赛亚书55章11节说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拆它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简介 我们相信 世界上没有比这本更重要的书了 没有一本书比它更贴近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 如果 我们认真对待 没有一本书能如此改变我们的生活 没有一本书比圣经更能触动我们的灵魂 没有一本书胜过我们圣经中的上帝之言 然而 可悲的是 几个世纪以来 上帝的话语被虚解 误解 被错误的使用被争论 成为宗教冲突 甚至战争的催化剂 然而 在过去的岁月里 它却激励 引导和安慰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早在旧约时代 诗篇第85篇的作者就写道 我要听神 耶和华所说的话 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 他的圣民 他们却不可再转去亡形 第八节 此外 在诗篇第119篇中 我们还能找到更多关于话语的描述 其中写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第105节 你是我藏身之处 又是我的盾牌 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作恶的人啊 你们离开我吧 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 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 使我存活 第114和116节 耶和华 你的言语在我上唐 何等干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更甜 第103节 耶和华 我爱你的命令 胜于金子 更胜于金金 你一切的训词 在万事上 我都以为正直 我却恨恶一切假道 第127和128节 耶和华 你的话极其精纯 所以你的仆人喜爱 第140节 使徒保罗写道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 与教训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 三章16到17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玉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 抛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 都能辨明 西伯来书4章12节 除了我们现在要学习的 瑞登堡著作中的 引文之外 著作中还为我们提供了 其他一些关键教导 让我们从一开始 就牢牢记住 他们是 圣言是由耶和华主宰的 《见婚姻之爱》 第24节 圣言的每一个字 都是圣洁的 圣经教义 第三章 赋予圣言的目的 是为了使天堂与世合一 天国的奥秘 6333节 第三段 主只通过他的话语 与我们交谈 天国的奥秘 10290 第二段 悟道之光的人 在阅读圣言时 会看到主 天国的奥秘 941节 一段 由于圣言是神 爱的神智 因此他就是 耶和华本身 也就是主 主的教义 圣言超越了 其他一切文字 天国的奥秘 第8902节 主所赐予的圣言 不仅是围了我们这些地上的人 也是围了天上的天使 他们也从中 汲取智慧 天国的奥秘 3954节 小时候父母告诉我 每天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 下午从西方落下 这简单解释 让我感到很满足 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对新事物的了解 我逐渐发现 这个简单的解释桌 包含了很多东西 比如地球是一个球体 它以自己的轴 为中心自转 太阳实际上并没有移动 地球在一年中 扰着太阳 做了一次奇妙的旅行 我还了解了 万有引力定律和月球的作用 这比我小时候 得到的简单解释要多得多 这远远超出了 我当时的想象 上帝的话语也是如此 他所蕴含的东西 比我们最初意识 到底要多得多 他是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神爱宝库 在不同的时间 向我们 向不同的人 以一种能与我们建立 有意义的联系的方式 向我们伸出了手 上帝之言 是上帝写给我们的信 告诉我们 他对我们的爱 他对我们的关怀 他对我们的目标 以及他对我们幸福的渴望 瑞登堡写道 圣言就像一座矿山 其深处蕴藏着丰富的金银 或者说 就像一座矿山 越往深处 越蕴藏着丰富的宝石矿脉 对圣言的理解 打开了这些矿藏 对于那些探究圣言 以从中汲取信仰真理 和生命所需的各种善的人来说 圣言就像波斯王国 摩沃尔皇帝或中国皇帝 曾经拥有的宝藏一样 真实的基督教 245节 这是牧师的前言 1.7月15日 当时许多灵人都听到了一些圣言 但他们都有不同的领悟 有些人的意念里 充满了许多美好且愉快的感觉 因此有了某种生机 这取决于每个人领受的能力 主把生命赋予了圣言 于是圣言就拥有如此的效能 能穿透到人的内心深处 《天国的奥秘》第1771节 牧师的评论与观察 我相信每一位牧师 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讲台之后 与会众打招呼的时候 不同的人都会谈到 讲到对他们产生的 截然不同的影响 他们所记住的要点 也往往不同 关键在于 主以不同的方式 向每个人强调了他们需要 从讲到中听到和学到的东西 所以每个人的领悟都不尽相同 上帝的话语也是如此 如果我给十个人读 以赛亚书第一章或诗篇 第84篇 要求他们仔细思考 和祷告 所听到的内容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每个人都会强调 这段经文 给他们的不同信息 咱们再注意 举一个例子 耶稣说 人若因我 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诽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马来福音的五章十一节 和十二节 可以肯定的是 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比如在教会聚会中 有人会想到外在的逼迫 有人会想到内在的逼迫 有人会想到奖赏 还有人会想到天上的生命 这里给出的 关于圣言的另一个真理是 圣言具有穿透人们 内心深处的影响力 和绝大多数人一样 我一生中也读过 一些令人惊叹的书 他们美妙绝伦 鼓舞人心 令人难忘 而且常常在读完之后 回味良久 但是 无论书写得多么优美 都无法触动 我们的灵魂 只有上帝的话语 才能触动我们的灵魂 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 仔细聆听 虔诚祷告的时候 我们听到的 会比任何其他东西 更能深深地打动我们 我也知道 美妙的音乐 才能深深地打动人 但同样 无论音乐多么动人 它都无法渗透到 我们的内心深处 它不能触动 我们的灵魂 Thank you everyone OK 谢谢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OK 往下 2 7月16日 因为启示的圣言 出自上帝本体 所以其内里还隐藏着 更深更普遍的真理 既与天堂相关的真理 也就是说 圣言不仅拥有 涉及肉体生命的真理 还拥有涉及灵魂生命 或永生的真理 这就是圣言与众不同 远远超出并高于 其他任何文字 天国的奥秘 第八千九百零二节 故事的评论与观察 旧月当中 最令人难忘的故事之一 是古代以色列人 逃离埃及的奴役 奇迹般的穿越湖南 穿过旷野 到达应许之地的故事 一路上 这些人向摩西 抱怨反抗 甚至一度抛弃了 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主 他们必须战胜敌人 经历疲惫和沮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主的帮助下 我们如何摆脱自我服务 为重生的生活的奴役 主在我们面前开辟了道路 即使面对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 也就是红海 但旅途是艰难的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 生活似乎是一片荒野 我们抱怨 叛逆 甚至有时离弃主 有许多来自我们内心的敌人 需要我们去抗争和战胜 但应许是 如果我们坚持不懈 最终会到达应许之地 也就是天堂 从表面上看 这个故事属于另一个时代 除了古代历史之外 对今天的我们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 尽管只是惊鸿一撇 你现在能看到其中 蕴藏了多少东西吗 更深入的理解 这确实是一个关乎永生的故事 我们读到 如果不是因为人们从小 就被灌输了对圣言之书的 神圣定义 人们可能会彻底倾向于 说圣言并不圣节 而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圣言之所以神圣 并不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这种尊敬 而是因为他内在的意义 这种意义是天赐的 神圣的 它是天堂与人间结合在一起 数天的奥秘 2310节的第四段 OK 谢谢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Yin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Oh sorry Yin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I bette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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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That's all right Guang I just might make one or two points As Sean was reading just then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it Of course I've got the English in front of me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fact that You know I was A active pastor for You know I'll go back My ordination was 1965 And over the years I've preached sermons On the same topic Maybe five six or seven times And every time There's been something different In that same story For me to highlight And to expound So for me That's a good example Of just how much There is In the word of God For us to explore Thanks Lynn Thank you Thank you Yin 刚才Yin 就是说今天 刚才咱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在那个Sean 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 他也想到 他就是 当他就是过去 作为一个牧师的时候 那很早了 我估计这里 大多人都没出生呢 1965年的时候 他就是想到 他那个时候 做那个 讲道的 不道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是说 一个题目 他可能要讲几次 就是说 一个题目可能就是很深 很广啊 他可能讲几次 而且每次都是很不同的 重点也不同 所以就是说 Yin说的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光他就是不道 在一个题目上不道 都能够花很长时间 经过就是说 你要一次步道 时间有限嘛 就是最多一个小时 所以呢 他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就更何况 我们的这个圣言 圣经 他是那么的 广大博身 所以就是说 确实是 是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完的 Thank you Yes And if I might just make another point Guang Lin I just wanted to get back to something that was Guang read in the introduction Don't worry about going back there Guang OK The word dictated I said there in that introduction that the word of God was dictated I just want to make a comment about that for a moment Lin Yes You take the writers of the four gospels Matthew, Mark, Luke and John And There's quit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gospels There's some things which are very much the same but there's also some things which are very very much different Now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t it wasn't just the preference of Matthew, Mark, Luke or John What was happening was that the Lord was working through their mind and through their memories so that they would select the material which God wanted them to include in their gospel So in that way he was dictating to them what turned out to be the gospel they wrote So here he is working in the mind of those people bringing out of their memory things that he wanted included in that particular gospel Thanks Lee Thank you Thank you Yeen 刚才 Yeen 提到了 在咱们 简介的 那一段 刚才 就是 广斌 兄弟 的那一段 他用了 一个词 就是叫 Dictator 在英文 里面 是什么意思 呢 就是说 它可以作为 那个 咱们现在 形容社会 制度 哪个是 独裁 独裁者 但是 在这里 他就是说 讲的是 我们的主 他是主宰 整个圣经的 就是这个圣经 真是没有别人 主宰 只是主宰 主宰 他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新约的 前四本福音书 他们 咱们都知道了 出自 就是说 马太 什么这个 这个马可 路加 和那个 约翰 约翰 对 然后呢 这四本书 都是写 就是这个 耶稣主的生平 但是 就是他们都是不同的 这并不是说 当我们 就是说 提到这些书的时候 这些书名字 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 就是说 作为一个 这个 提醒 就是说 就是 介绍 那样的 所以 并不是这个书 作者不一样 名字不一样 是我们的主 通过 这些 这个 这四个人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思想和他的 这个 记忆 主来 就是说 与他们工作 让他们写下的 这些 从不同角度 写下的 同样的 时期的事情 所以 就是说 主在 主在的 所有的一切 谢谢 谢谢 just let me just have one other point guang um don't go back to it guang but uh lynn could you just open your bible at hebrews yep it's chapter four yep to say that chapter four hebrews chapter four verse 12 yep now guang read that in the introduction that's fine but i want you to go back to it what i just want to highlight is that this of course is the apostle paul and he is emphasizing what is so important about the word the word of god that it goes to the very soul of a person i'm reading a book now it's just a novel it's a very very good novel and a good read but it doesn't touch my soul only the word of god can actually touch our soul and that's what hebrews four verse 12 is saying could you just read that again for us please lynn yeah yeah certainly this is really touched my soul too 刚才刚才那个印就是说在这个简介里面呢今天的简介里面广编读的那里面啊那个印牧师呢他又引用了这个啊西伯来书的啊第四章啊第十二节啊我现在念读一下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箭更快 甚至魂与灵都能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明 印讲呢就是说啊保罗啊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的是就是说我们的主的言语就是圣言圣经 他是可以触动触动到我们的这个灵魂深处的我们可能读很多印说他有时候也读一些小说呀什么的很好的小说很好的书 但是这些书呢就是说使你呢可能觉得有意思但是就是说他不能够真正的触动你的内在灵魂深处只有圣经 所以今天这个这个今天学习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讲的非常明确只有圣经能够 他能够讲到天堂的言语能够触动我们的灵魂只有天堂的言语能够触动我们的灵魂只有圣经能触动我们的灵魂 这样的这种非常明显着踝IA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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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از言 来自上帝的事物经由天堂降达人类 于是其在天堂适应于那里天使的智慧 在尘世则适应于生活在那里之人的理解力 因此圣言对天使而言有内在的意义是属灵的 而对人来说则有外在的意义是尘世的 由此可见天堂与人类的连结是通过圣言达成的 天国的奥秘第10322节 牧师的评论意见 我希望中文里有一个词能与这个accommodated英文词相对应 我认识一个人 他在高中教12年级的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他还教9年级和10年级 可以肯定的是他需要简化 调整或适应他所教的内容 使其达到9年级和10年级学生能够理解的水平 如果我们试图以他教12年级学生的水平 来教9年级和10年级的学生 他将没有办法与这些9年级和10年级的学生建立真正的联系 他说的话会超越他们的脑袋 主的话语也是如此 这里有一个例子 在旧级当中上帝教导 并显然认可在你受到任何伤害之后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乐还乐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这是在《出埃及记》的21章里面的23至25节 对于几千年前生活在相当原始的部落文化当中的人们来说 这是有道理的 然而当耶稣降临时 主教导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伤害我们的人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马太福音的五章38和39节 当耶稣讲这些的时候 人们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 已经有能力以新的不同的方式 理解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方式 纵观历史 上帝在人们所处的位置和理解水平上 都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当我们在旧约中读到 神后悔或神发怒 或神将父亲的罪孽 夹在儿女身上 或者神有能力作恶 或神命令消灭古代 伊斯拉的敌人时候 记住这一点 至关重要 这些都只是表象 是上帝允许自己被描述成的样子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与当时的人们建立某种联系 谢谢 谢谢 OK 大家有没有要说的 Guang It's up to anybody else who'd like to ask a question or comment 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什么评价的评论 或有什么问题 这一段呢 就非常的重要 非常好 确实这个史公的著作呢 尤其史公的著作 直接有时候讲起来的时候 很多人他就感觉到听不懂 接受起来很困难 那需要 真的需要这个 有时候我们看到 很多时候 新教会的牧师的文章 比如说把这个事情说的 这个简化 明白一点 非常重要 圣经也是这样 然后新教会这个传道也是这样 新教会传道之所以 他困难呢 就是 这个 他理解起来有困难 那天我突然 有一个 问我妻子 我说 你说世界上一万富翁多呢 还是 一万富翁有几个呀 他说很少 他突然 他突然回应说 那是 这个属灵的真理 这个拥有 大量熟灵真理的人 也很少 就是这个 真正能够领会这些 圣经的内意的人 也是很少 好 我说这么多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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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连接着 这些 这些 你会有的 是 是 是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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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because a lot of Swedenborg's theory and his book actually is hard to understand and to explain. And a lot of pastors of a new church, including yourself, really explain Swedenborg's theory in a very plain and a very clear way so that, you know, people like us could understand. So this is like pastors accommodate us as we start to, you know, start the learner of the beginner of those studies. So he said it'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other day he was chatting with his wife and he asked his wife that form many millionaires in the world. And his wife said, not many, but she immediately said that, you know, people with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in a big way, those people are also very small, very few, that is not many. So that means that the heavenly treasure, if we want to own it, is really, really hard, basically, and then very few people could do that. So it's good that to have, you know, God people to explain to other people in a way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I appreciate that very, very much. We do need that. And don't forget that, like myself, who is a pastor, I also need people and have needed people to help me grow and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over the years. And I will continue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I hope, to all eternity. As you were talking just then, Lynn, I couldn't help thinking about yourself or Guang or any other academic or teacher. When you teach, you know, a first-year university group, you had to accommodate what you knew in your head to those first-year students. to the second-year, of course, as well. So you were needed, Guang was needed, other academics are needed in an educational sphere of life to help others understand. Thank you, Guang. Thank you, Lynn. Thank you. Thank you, Yin. 刚才Yin就是讲, 就是他和其他的这个牧师也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在这个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提高, 同时也是可以向大家学习。 他也提到了像这个 广斌和我这样的这个在大学工作的, 我们也要就是说像我们 就是教学生嘛,也是一样, 不可能就是拿自己的这个专业去教他们, 就是说要能够适合这个, 比如说大一大二的学生的学习啊, 什么这些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在做这些事情啊, 但是就是说, 就是主整个的这个圣言里面啊, 他这个做的这个, 都始终在做这样的事情, 也是我们的榜样。 Thank you. 谢谢。 Okay, thank you. 我问个问题啊,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圣言之所以是圣洁的, 前面一段说啊, 之所以是圣洁的, 是因为他有内意啊,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原来不知道圣言有内意的情况下, 我们也认为圣经是圣洁的哈, 那么, 呃, 现在知道圣经有内意了, 那他当然本身圣经是因为内意而圣洁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 像保罗书信这些使徒书信, 没有内意的这一些, 是不是他就不是圣洁的? 谢谢, Molly。 Yeah, I think that那个内意, 那个那个好像那个定义好像不是, 不是特地精确, 小英是 asking that in day two's literature, you just, you know, wrote, at the last part, you said that the world is holy, not because of such respect for it, but because of the internal sense within, which is a heavenly and a divine, which causes heaven to be united to earth, is she asking that, like, the book Paul has written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y are not sort of classified as holy war, you know, only the first four gospels and the revelation and the revelation in the Sweden book's theory is classified as whatever, I don't know the English, is a holy war, but how about Paul's work, is the post work still have the same function as the four gospels and the revelation have this function as well. Okay. Lin, Yeah. It's, nothing happens by chance. No. Because, and what I mean here is that this afternoon, I sent through to Guang the sermon that I've written prepared for Shanghai on May the 27th. and I have the first part of that sermon is an answer to the very question that's been asked just now. So, look, I'm not trying to sidestep, but can I recommend that when that sermon becomes available, because I've really gone into it in detail and much more detail than I can do tonight. So, Guang will bear me out. When he's read it, he'll know exactly what I'm talking about. It is in that sermon that I prepared for Shanghai on May the 27th. Thank you.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Continue. I'm going to lead a prayer then you can go have a rest.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God, 多多非常深刻的道理 我们用一辈子去探讨 去学习 也根本都不够 主啊 这是何等珍贵的知识 何等珍贵的宝藏 我们有幸 能有机会来探讨 来学习 在你的指引下 在我们的一牧师的陪伴下 这是何等的福分 何等的恩典 我们为此感谢你 我们也感谢你一直以来 支持看顾 我们的一牧师 让他在如此严重的病胖下 如此缠弱的身体 状态下 才能有这么大的智慧 这么明确清晰的思维 来陪伴我们 这完完全全是你的恩典 是你的看护 我们为此也赞美你 感谢你 恳求你一不既往地 呵护他 支持他 我们的祷告 奉你大爱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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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Good night Good night 我刚才在广宾祷告的时候 我已经去看了一下答案 已经知道答案了 但是在说 待会儿再讲 好 Sara往下走 4 7月18日 天使们说主的圣言 从字面上看是死的 但当每个人读它的时候 它就被主赋予了生命 根据每个人的领受能力 根据他仁爱的生命 和他的纯真状态 而变得生机勃勃 这会以无数不同的样式发生 天国的奥秘第1776节 牧师的评论与观察 我曾在大学的课堂上 听过圣言的讨论 它的准确性受到质疑 考古学的证据被考虑在内 他们的明显矛盾之处被强调 而主的红真女 降生或所行的神迹的描述 却被斥为神话或编造的故事 在这样的气氛当中 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 人们认为圣经是不可靠的 是属于另一个逝去时代的 难怪人们从阅读圣经当中 得到的启发少之又少 我们的心态非常重要 主无法穿透封闭的心灵 如果主真的能够通过 祂的话语对我们说话 我们就需要心中有对主的爱 渴望以新的方式生活 并愿意放下任何保留 在祷告中 请求主向我们显明 我们需要的真理 以引导和帮助我们 令人惊奇的是 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 怀着这样的爱 来阅读圣经的时候 主真的会让圣经活起来 我们的思想得到提升 我们会进入一个洞察力和理解力 超乎我们之前想象的世界 这并不是说 我们不能质疑 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内容 但必须是肯定的质疑 肯定的质疑 意味着提醒自己 这是上帝的话语 并准备暂时 搁置起 搁置 起初我们无法理解的 对我们似乎不合理的 或似乎不可能的事情 祈求主 给我们 启迪 阿们 很好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这个肯定的质疑 真是挺好 说得很好 对 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怀着爱 对主的爱 来阅读圣经 这个时候 主真的会让圣经活起来 那么也是通过天使 让我们的思想得到 重生 就是提升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重要 对 很明显的 当我们 当我们读到这些 经典的东西 尤其是像圣经这样的东西 你如果那个 你那个状态不在那 你读了以后 根本就是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如果状态 进入这个状态 实际上就是说 在这儿的情况下 就是说 你确实是追求真理 你对这个上帝 怀着真真真正正的 那种敬意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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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的状态 你读起来 你就会不一样 其实我们读别的书 有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感觉 你理解了 你进入到这个状态了 你读了以后 甚至会热泪盈眶 提供惯顶 如果完全没有 进入这个状态 你读了以后 就是胃痛脚腊 一点意思都没有 觉得这是 说的啥吗 这真是 这个状态 太不太 太不一样 太重要 我也说两句 就是一个 在爱的状态下 读圣经 因为主就是爱 然后圣经上面 有一句 他说 我跟你们说 是用比喻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其实这句话 我们仍然要用爱 去理解这句话 其实神是要我们 每个人都知道 他的心意的 但是为什么 不让他们知道 我理解的是 因为这是神的一个保护 就是他对恶人的话 他也保护 他也保护 就是不要 第一次不要让他的 就是话落空 然后还有一个 我理解的就是 不要他的话 被恶人去利用 去是反而起到了 一个不好的 就是他的爱 就像那个圣经上说 他说 我就是日光照好人 也照歹人 就可以看到 在读圣经的时候 神的那个爱的话 真的就是 他浇灌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灵 真的能够苏醒过来 好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谢谢 好 非常好 谢谢 非常好 谢谢 好 往下走 5 7月19日 属灵含义 并不是当人 在学习和解释圣言 以印证教会的 某些教义时 从字面上 闪现的意义 这只是圣言的 字面意义 而属灵含义 并不出现在 字面意义上 它在内里 就像身体里的灵魂 就像眼神流露的思想 面容展现的情感 它们协同运作 就像因果关系 这种属灵含义 是使圣言 具有灵性的 关键原因 教义之圣经篇第五节 牧师的评论与观察 像很多很多人一样 多年来 我一直在研究圣经中 关于实践 我们所说的信仰的 许多教导 例如 保罗关于爱 是第一位的宣言 以及耶稣 关于在磐石上 建造房屋的比喻 在悔改问题上 我们中的许多人 也是这样做的 把我们 把我们 把找到的教导 汇集在一起 经过反思 总结出圣经中 关于悔改的真正教导 是什么 例如 施洗约翰 关于悔改的教导 浪子的比喻 任性的小儿子 是如何 醒悟的 以及耶稣 对犯奸淫 被抓的 妇人 所说的话 有些人 研究了 众所周知的 耶稣 所行的 许多神迹 这些神迹 记录 在福音书中 让我们 了解到 耶稣 拥有 多么 惊人的 能力 但这些 研究 都是对 圣经 字面 意义的 研究 它们不是 圣言的 属灵意义 灵意 就在 字面 意义之中 举个例子 了解 主所行的 神迹 很有趣 是的 这些神迹 告诉了我们 很多 关于 它的事情 但这些 神迹 故事中的 属灵意义 是关于 主如何 医治我们 属灵的 知名 知聪 发烧 或 瘫痪 以及如何 是 垂死的 雅鲁的 女儿 或 已死的 拉萨路 恢复 健康 谢谢 好 有什么要问的 或说的 没有 最近我碰到 一个团体 也是说 圣经 它有 好多话 都是比喻 必须要打开 不然的话 只是 自意的话 其实是 不行的 也特别 一开始 讲解的时候 也特别说 一定要 要明白 并且 遵行 我听了 这是个 很好 我想 这一波 这样传经的人 他们是不是 也知道 史公的 这个话 然后我想 探究 这个事 跟着 听了 好几回课 最终 我发现 越来越 讲了之后 发现 是 韩国的 新天地 这个组织 最后 明白 这个事 之后 一阵的 感觉的 很难过 因为他 前面 好多部分 跟史公 所说的是 一样的 好多地方 也比较相似 一直让我都怀疑 他们是不是 知道史公 后来 我 知道之后 而且他们 也特别 讲启示录 要讲启示录 启示录的意思 都 主意已经来了 当然他们 他没有明确说 是这个 李万希 但是他们说 已经应验了 都已经应验了 我说 这种说法的人 真的是很少见的 传统教会 都在等 主再来 但他们 居然说 都应验了 然后最后 弄明白之后 心里很难过 很难过 然后呢 我都感觉 我 我讲 有时候 在教会当中 也讲比喻 我这样讲 会不会他们以为 我是新天地的 很难过 你难过的原因是 是他们 就这么 他们明白了 到了结果 他们是一个 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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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是这个意思吗 一是难过 他们 这个 跟史公 有点相似 结果他们 却是一个 一个 一个邪教 一个不对的 这样的话 等于说是给 霸这真正的 史公的 这个传讲呢 会被很多人误以为 你是跟他一伙的 等于说 把这个主的道 给玷污了 难过是难过这 这个 这说明一个现象 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事实 一个历史事实 就是说呢 在整个这个信仰的 这个历史过程中 有无数的这种 似是而非 真假难辩 或者是真理和 没有误误 是参照一块的 很多很多那些 比如说邪灵 或者是魔鬼 所驱使的一些 一些力量嘛 或者一些 一些 造成的一些 一些后果嘛 他其中这里面 他如果全生命 我一 一大眼就看见了 就知道 完全是胡说八道 那肯定都骗不了人了嘛 所以他里面 有好多很多 哎呀 说的很好的东西 人一说的 这真好 那是真理嘛 大家就信了他了 结果他里面 很巧妙 给你加一些 一些舞蹈的东西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最近我碰到的一个人 我 我 一个女的 单亲妈妈 这个人呢 说是 他有一天 突然从网上找到我 说是 耶稣派他来 耶稣派他来 专门来找到我 说我的翻译中 有两个重要的错误 一个就是关于 三位一体的 另外一个我记不清了 他讲他有个 十二岁的儿子 他这个儿子 每天都要到灵界去 他之所以 他是2019年 才信神的 他以前完全 和信仰没关系 他说 他四个礼拜以前 我现在已经完全 把他给他封了 把他完全给他 断了 他四个礼拜以前 第一次和我说话的时候 告诉我 耶稣告诉他 他将和耶稣 成为夫妻 他将成为耶稣的妻子 而且 这个婚礼要在 两天以后就要举行 但是呢 后来他不停地给我发信息 他发的信息里面 很多很多都和 史维登茂讲的 都是一致的 你觉得好像 他讲这些道理 都完全 我们这些年 读了这么一句书了 觉得这些 完全一样嘛 但是你说 你说他 他说他是耶稣的妻子 他说 他说三位一体 我这个翻译三位一体 我明显地说的是 和史维登茂讲的 不一样 还有他儿子 每天都会到灵界去 有的时候 到灵界他 他还要受到上帝的责罚 甚至将这样会揍他 你说这些事情 上帝会揍他一个 十二岁的孩子吗 哎呀 我就想 他里面有大部分是 讲的是 确实是对的 但是他里面 明明白白 有这么几个 大的谬误在里面 这就和历史上 发生的 这信仰 这个整个这个领域里面 所发生的事情 是一样的 他所有的这些 要把人 引向这个 引向偏离的正确方向的 这个势力啊 他都肯定要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 给你包装起来 让你觉得 哎 这都讲得很好嘛 慢慢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潜移默化 接受了 最后呢 他把一些 很大 得有很 不为人 不为人 那么容易 发现的一些东西 给你掺杂进来 让你最后走向一个 没法回头的 一个错误的方向去 我这个事情 前一段时间 我还给 我还给 义牧师说到这件事情 义牧师一提说 你赶快给他断了去 这个这个 这个肯定 肯定这是灵界的一些力量 而且这个人呢 好像最近和我们这些 学习史维动画的著作的 好几个人 也都联系 我听到这个谁 瑞麦卡 也和她联系了 可能我不知道 咱们大家 里面有没有谁 见到这个人 和这个人联系过 不是和他联系过 他和你们联系过 没有 不知道 就是这个现象 是已经 大概几千年来 都是存在 你会看到一些人 一些 一些团体 或者一些教派 等等 他们讲得很好 很好 但是他们有一些 你要是不深入了解 不深入辨别 可能不会太弄得清楚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呢 确实是危害很大 没办法 这就是整个我们 这个灵性世界的这种状态 谢谢 对不起 说了这么多 非常重要 所以说这个 要以圣经为准 要以主 他的神性人身为准 一定要抓住这个 这个真理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真理 最好 那天我讲到的中 我也说 我说最可怕的 没声音了 谢谢广斌提的这个醒 我当时觉得这个非常好 就是说 有某反之罪 刚才中间的停了 就听不见声音了 你再说 可能是那个 这个突然 从那个那个 WiFi掉下来了 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认准圣经 从圣经当中 那个得这个 得这个真理 这始工那个 多次强调了 今天这个咱们也学的 也是这样 然后一定要 这个对主 他的神性人身的承认 对主 他的这个爱 他这个 完全他不会发怒 这些真理 他是怜悯本身的 爱本身 这些真理的承认 对主 他本身的神性的承认 这是真理中的真理 你看他明显 这个人 这个女的 他就说的东西 都跟这些都相违背了 他唯一的 唯一的根据 就是自己的这个经理 他说的都是这个经理 耶稣跟他说的这事 他不是根据圣经 好 会说这么多 是 很好 确实如此 好了 我们继续往下 六 七月二十日 当一个有信仰之良善的教会之人 阅读圣言时 天使就与他连结 并为之感到高兴 因为他们喜欢来自主 通过圣言 浇灌他们的智慧 圣言具有这样的品质 在其原文中 即使一点一滴都会影响到天使的情感 并使之与人连结 天国的奥秘地 九千一百五十二句 牧师的评论与观察 这里的一点一滴 指的是希伯来字母当中 或字母上的微小标记 这些标记对字意有重大影响 关键在于最小的细节都是重要的 译者如果不密切注意每一个点滴 就会误意 新约的语言是希腊语 与词不同 希腊文中的字母和单词 没有这些标记 尽管如此 在确定每个词的含义之前 对其含义进行彻底研究 是绝对重要的 否则翻译就会产生误导 例如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的 旧英译本 为 And surely I am with you always Even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后来证实世界 一词是希腊文的错误义法 实际上是年龄的意思 因此耶稣实际上说的是 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本时代的末了 另一个例子 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的旧英译本当中写道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没有缺点没有缺点没有缺口 没有裂缝或划痕 如果我们买了一套新的餐具 我们希望每件物品都是完美的 也就是没有缺口 列纹或者划痕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完美的缺点 是完美无缺的 在英语当中被翻译为完美的希腊语 实际上是完整或完全的意思 这就是要保持平衡 让爱和智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达到完美的平衡 上帝是神圣的爱和神圣的智慧 二者平衡得到恰到好处 因此我们也要努力在生活中 让爱和智慧达到同样的平衡 耶稣说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三和十四节 这让人觉得似乎上帝 从一开始就故意让生命之门变得狭窄 但希腊文中的窄的翻译更准确 应该是因引入的东西而窄 意思是因我们的错误选择和罪孽引入的东西导致阻挡在门前使门变得狭窄了 因此我们就会想到如果我们因为翻译不当而弄错了 那么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与天使的联系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 阿们 Thank you 这些这是非常重要的警告警示 而且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我们就这几年跟着一幕是在学习 我们已经被他多次的指出一些翻译上的不当不准确 甚至是错误的地方使得一些重要的一些概念 重要的教义都会被人一直误解下来 这是很不好的事情没办法 所以这社会就是这样 谬误摆除永远都少不了 这个翻译错误倒也可能不是谬误 但是确实是很重要 这个能够阻挡或者是误导天使与我们之间的交流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这个我还对这个合合本的翻译还真是要给个赞 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 那个英语上他完全就是用的是perfect 但是呢就是这个合合本翻译要完全 他这个翻译的就对 为什么呢 这个完全的意思是要保持平衡 按照这个应目是讲的 就是爱与智慧的平衡 达到完美的平衡 所以我觉得 这合合本这次翻译还真不错 很少有 对 这种情况很常见 因为我在翻译的过程中 凡是碰到这些学校圣经上的这些字句 这些章节的时候 我会参照好几个不同的 不同的版本的中文和几个不同版本的英文 比较一下 我发现 比如说那几个中文的 比如说那个 那个清定本 合合本 合合这个修正本等等 你会发现 在有些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都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有些情况下 你会发现 他们的翻译明显的有区别 明显的 比如说有几次我都发现 那个清定本翻译出来的东西 好像他故意或者是 把一些重要的字句给 个别的字 比较重要的那些关键的字 他的意思给忽略了 那个广边你说的是什么本 清定本 清定本 实际上就英王清定本 清定本 我肯定是中文翻译的问题 就是King James 我看到他的 因为英文和那个英文的那个 那个James King James那个版本 明明英文上有那个意思 中文翻译出地方 反而把那个地方可以 忽略了 他是照顾了人们的语言习惯 而 而把那些 我是这样理解的 不说了 这个说的有点远 好 咱们继续往下走 7月21日 从外表 而不是从内在 看圣言 就是不从教义上看 而只从字面上看 这样的话 心灵就会引导思想和感情 向任何方向徘徊 使他们心神无定 从而生出永久的杂念 而那些热爱真理和良善的人 却进入了圣言 因为他们是从主 而不是从自己来看待圣言 经密启示录第411节 牧师的评论与观察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开始思考 进入了圣言与在圣言外 相比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从头脑中阅读圣经 那么我几乎肯定会在圣经之外 如果我发自内心的阅读圣经 那么我几乎肯定会在圣经之中 如果我只是作为一个感兴趣的旁观者 为了获取信息而阅读圣经 也许只是为了更多的了解 比如约瑟的故事 那么我几乎肯定会在圣经之外 然而如果我阅读约瑟的故事 并邀请主在这个故事当中对我说话 那么我几乎肯定是在圣言之中 如果我读了绵羊和山羊的比喻 那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的三十一到四十六节 却只认为它适用于文士和法利塞人 那么我就在圣言之外 然而如果我在读这个预言的时候 看到它适用于我自己的生活 那么我就是在道中了 要想留在圣言中 我们首先需要带着祷告来读圣言 祈求主通过圣言对我们说话 其次我们要记得问一个问题 这在我里面是什么 这个故事这节经文 这个神迹或者这个预言 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里面描述的是什么呢 到了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见在众山之首 高过众山 万国都要归向他 必有许多人来说 我们要上耶和华的山 到雅各神的殿去 他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要行他的路 以赛亚书的二章二到三节 耶和华呀 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 将你的路径教导我 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导我 因为你是我得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十篇二十五章的四和五节 我们祈求耶和华 只是我们当行的路 和当做的事 耶利米书的四十二章的三节 我希望这是一次 有益和丰富的学习会 愿主赐予你们大家 美好的平安和祝福 耶和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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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学习的材料 已经就学习完了 大家 上所预言 讲讲自己的感想问题都可以 刚才小音要说什么 好像给打断了 小音 那个我刚刚就是 那个因为那个 雅各没声音了 所以我就说 那个其实广兵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那在我自己看来呢 我们读史宫的这个内意 虽然他有很多天堂啊 神啊有关这方面 但是他绝不神神道道 就是他不是一个神神道道的 那很多我觉得 这个你说异端 或者说他们这些 就是有的没的这些 你会感觉上神神道道的 这个就有问题了 这是我自己的 对对对 这个词用的很好 神神道道的 对那个我记得啊 就是我有接触过一个 就是那个还是跟那个 雅各你们那边郑州 有一个弟兄 他们是这个叫做什么 以色列渔民嘛 他们那个 那个呢就是 他那个搞得你是 看不懂 反正总体来说 因为他对数字 有很多的研究啊 这个加这个 等于那个加那个 就是谁加谁 比如说啊 雅各加 比如说加谁啊 利百加 或者加哪一个啊 加起来他的数字 他那个什么数字的总和 等于比如说 主耶稣啊 类似像这样 所以呢 他有很多这样子的 那我自己是觉得 反正 Swedenburg的东西 他也不神秘 也不神神道道 也不难懂 最多是就文字 有点绕口 但是他最终 他所揭示的那个真理 是很clear的 他没有什么 好像啊 这个深奥难懂的东西 一旦你过了这个 第一开始可能 会有点难接受 但是一旦 能够接受了以后 他这个东西 就如两刃的剑 刺透剖开 而且那个光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 这才像是真正的真理啊 那以这个为 一个判断的标准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清很多 就是尤其在 这个著作 这么大的 这个对于圣经的 这个解析之下 我觉得很多东西 就迎刃而解 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好像容易上当啊 因为就是 就会觉得 人家也是爱主嘛 人家也是 怎么样 你就会找出很多理由 最后可能会 去接受一点 或者有的时候会 这个 极其反对也有 但总体来说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都是 无比清醒 而且是 就是 内力的东西 会引导我们 去识别 最后呢 我觉得 比较能够达到 就是很能够去 做一个非常 准确的判断吧 可以这么说 好 谢谢 谢谢 对 是的 是的 咱们现在这个阅读呢 就越觉得很清晰 那今天呢 我给这个 另外一个人说的时候 我发现 确实应该像刚才有一天那样 什么12年级跟这个 林彦均那个讲那样 在适应他那个程度 我发现 我说这个事情 他马上 如果你这样说 恐怕别人会反对你 我都觉得 也有点难过 但是这个 也确实在 有这么一个转化 我们读的多的人 都习惯这个 史公这个说的话 有时候为了说清楚 这个句子很长 但是他对很多人 他们没有这样 都没有听过 我今天说的一个 灵界这个字 他们就感觉很生 很陌生 就觉得 没有这个灵界这个字 对他们来说 都感觉 听起来很困难 有一些传统的 这个基督徒 他们对这 灵这个词 特别反感 或者特别敏感 我们原来 我原来说 在教会里面 有一天 有人发了一个 发了一篇信息吧 实际上那篇信息 不是说圣经的 也不是说信仰 只是说到 这个皇帝内经 皇帝内经不是 分成两大部分吗 一个是灵书 一个是素问 因为有灵书这个词 因为这个教会的人 不知道皇帝内经 那些人 不知道皇帝内经 更不知道这个 灵书素问 这两个部分 但是他们看到 里面有灵书 两个字的时候 就觉得 非常起义心 说这又是搞什么 这个异端弦说了 我后来给他们解释 我说皇帝内经 是分两个部分 但是就表现了 一种心态 一种传统教会里面 有一些人呢 对于这个灵字啊 好像一种 莫名的 一种好像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很 很容易产生一种疑心 戒心 谢谢 是的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我也接触过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因为 他们并不太清楚 并不太清楚 这个圣经 就是 就是灵 是吧 对 上帝就是 他可能不太清楚 他只是觉得 就是那个 刚才小音用的 那个词叫什么 嗯 你说的 他说的那个 以色列渔民 那个 不是 小音用的那个词 你说他用的词很好 神神叨叨 神叨叨 对 他就是说 你说灵呢 他就觉得你 神神叨叨 是不是 对 那个 我有一段 没 没这么搞懂 我今天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 进食的过程 所以有点 思维有 有点 变得 有点 那个 难啊 就是说 他说那个 那门是窄的 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是翻译的问题 对吧 应该是说什么 什么意思叫 因引入的东西而窄 哦 他是这个 我们的错误 读到了这个门 然后就像 引入的东西 就是说 他这个 从希腊文来讲 这个窄门的意思 不是窄的门 而是 引入东西而窄 就是他 希腊文是这样解释的 那么 实际上的意思呢 就是说 因此我们自己 有错误 而不是上帝 造门的时候 就故意造成 窄门和宽门 这个意思是这个 但是从翻译上 上面来说呢 实际上就是说 引入的东西而窄 这个门啊 就不是说 上帝造成 那个窄门 所以这是一个 翻译上的一个错误 那我们当然 已经学了好多次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的错误 阻挡了这个门 把这个门变窄了 那么这样的 如果说 解释的话 如果说是 翻译上面 没有这个错误的话 那不会引导的 容易引导人们去想 啊 如果说这个门 那就窄了 然后我们进了这个 进不了这个窄门 因为这个门变窄了 我们和主的联系 就削弱了 是这个意思 今天硬解释 我的理解 这个小音 他是这个 就是说 我补充一点啊 就是说 当我们人 就是说 有很多罪 就信 和你的这个私欲 什么这些东西 都是你 等于是 你carry的 就是你戴上的 你身上背上的 这些包袱 这个包袱呢 你当然就给你 你搞得很臃肿 所以这个门 还是门 但是你进这个门的时候 你就觉得 那门很窄 因为你带了 带着这么多的包袱 私欲啊 什么这个 嫉妒啊 什么反正 就这些sins 他那个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 你要进那个窄门的话 你必须得把 这些包袱都弄掉 所以他 这个圣经 让你去进窄门 就是说 你觉得这门窄 是因为你有信 但是你把这个信 通过这个信 就是说 这个些罪呢 通过学圣经 重生呢 弄掉了以后 这个我想 小英不是这个意思 小英 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 窄门的意思 小英过去 没有参加我们 小英 他知道的 窄门和宽门 他今天就是 他想的 知道的可能就是 应在讲这个翻译 错误举例子的时候 就讲了这个窄门 马太复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窄门 他说从希腊文来 翻译的时候 并不是翻译成窄门 就这个意思 实际上 就是引入的东西 引入的东西 而窄 对吧 窄 对 对 他是这个翻译 耶稣说的是 你们要进窄门 对 对 这个窄门 不是说因为上帝 实际上窄门 快门 上帝 到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而是因为这个引入 因为他希腊文 翻译的时候呢 没有把引入的这个东西 把它翻译出来 所以人们很容易就觉得 这个门本来就窄了 实际上这个门 不是上帝造的时候 是窄的 是因为我们的错误 我们的罪 然后就相当于一个门 就是因为你背了 你这个门后面 装了很多垃圾 这个门就打开了吗 就这个意思 窄门 所以还是这个翻译上 所以我想再继续问一下 就你们要进窄门 就是这个意思是说 不管这个门是怎么样 我们背的多少包 但是我们要努力进去 也就是把我们身上的 这个错误的东西 给去掉 是吧 所以这个才是 对 这个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是你们要进窄门呢 因为就是说 我的理解 这个不是完全都是印度 我的理解呢 也许不对 但是我的理解是 神是有秩序的 所以你要进神那个门吧 你要把这些信都弄掉 你carry那么多东西 你肯定是进不去 门就变了窄了 但是神是有秩序的 那为什么那门是宽的 都是大的是死亡呢 就是说他没 他不遵守这个神的秩序 所以那个门就变宽了 所以你就 就进去的人越多 就是这意思 我认为 你说你怎么样的门才是宽呢 就是说 就是说你不遵守 你还是想进这个天堂的 你想就是说和主在一起 你如果想的话呢 你就必须遵守神的秩序 那么你就要重生 你就要把这些弄掉 对吧 你要是带着这个东西 那就是很音乐的 因为神的秩序是在那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 你要进宽门呢 是因为神的秩序 他不讲神的秩序 叫地狱 他讲什么神的秩序 他不承认神的秩序 所以他那个门就是宽的 因为他没有神的秩序 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这样子一解释 就这句话本身的含义 就很丰富了 对 非常丰富 对 就是说 这个 雅哥说 这个里面就把他这个门 为什么变窄 给说清楚了 原来我们已经说的这个门窄 没有意料 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导致的 这个就会减少 对我们自己的反思 对 然后呢 我们穿那种压根路 根本就是不响 然后呢 随从私欲 然后门会不会很大 对啊 对啊 就是说 对啊 你没有那一种生活 比如说 反而显得觉得很容易嘛 就是说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现在话 你看圣经其他地方说 他把我们引到宽阔的地方 是吧 宽阔就表示你的真理呢 领悟的越来越 越来越全面 你越重生的 对 宽的 是跟那个真理有关 我们的真理呢 越来越来这个 把那个谬误给消除掉之后呢 我们会 把我们带到宽阔的地方 没错 所以就是说 你说这个翻译很 很重要 就是在这里 就是人会误解 人会说的 那主为什么把我们 进天堂那么 设计的那么窄呢 但实际上就翻译的错误 就是这意思 也就是说他这个话呢 窄门呢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因为 这个我们有很多 很多这个错误 但是呢 我们留下的真理呢 就很少 很窄 但是呢 你尽管很窄 你要抓住这 你所知道的一点点真理 你进来 你把别的 这个错误的部分呢 你不要像其他人那样 把我关门打路 那也可以走 那也可以做 不行 我们呢 要尽我们所知道 这个少数的真理 从这个名字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你之所以窄的原因 是因为 你大量的谬误 把这个真理 给那么窄 其实有大量的 如果我们真的 这个谬误真理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 哎 越来越越越坷复 对 还对 是的 那个我现在是觉得啊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 原来啊 我们读圣经 啊 渐渐对圣经的 就是 就是可能 跟随我们 这个生命的不同啊 就是说 比如说 五年前 要对圣经的解释 跟现在对圣经的解释 会不一样 但是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圣经 是否是因为 它的话语比较少 比较比较 比较精炼 所以有的时候 再加上翻译的问题 是容易产生 一些 甚至是误解 都有可能啊 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 著作不容易误解 哪怕翻译有错误 都不容易有误解 因为 因为他 他会到处 这本书说 那本书说 这本书 这里说 那里说 所以他 你不会搞错 就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当然这个 窄门的这个部分 本身我们也 也不会说 即便我们的 原来的认知 是稍微有点错误 或者翻译有点错误 但是呢 总体来说 我们都说 要努力进 那个天国的门 这个总体上来说 是没有太大的 那个错误 但有一些话语 我现在想 想不起来 哪一些 就是会产生一点 误解的 后来会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子 就那个什么 天国的比喻 那个 就是说 到底是 那个飞鸟 塑在那个枝上 我记得那时候 还争过 就是说 到底这个 这个是 这个好 还是不好的 等等 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 Sweetberg 他的著作 反而 就是他是敞亮的 不容易 因为翻译的问题 因为什么的问题 因为理解的问题 产生这个错谬 所以有的时候 在群里头 大家 最后是引用这个 著作 原文 那么就 好 一言其息骨 也有这样子的 就反而更清晰 对 我的感受也是这样 此功的话呢 就是 反复 这说那说 然后说的非常通常 一对于 我们接锅 就是不太容易 就是说 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 我们的理解错误 而与天堂的联系 被削弱了 对吧 就是说 好 那么 那么 就是说 我就不知道 因为 威顿伯格 他没有这么写 就是说 他只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那我们就跟天堂 建立了联系 那么我们在读著作的时候呢 这个 是不是 就是 他本身没有这么写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因为我那个AC 还没有看完 所以我就不知道 有没有说 我们在读著作的时候 有没有跟天堂 建立联系呢 我觉得会有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是会有的 因为那个 因为 著作 多数都是在解经嘛 就是谈圣经的内意啊 然后就是说 主的圣志啊 什么这些 我觉得是会有的 因为 因为实际上 是没有离开圣经的 啊 那个我自己是感受到的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我也不敢神神叨叨的说 因为我觉得我读著作 我就跟天堂建立了联系了 我已经这个感觉很久了 就是说 然后就不 好像不在时空当 就是不在这个世界的 这个时空当中一样 就是说 所以呢 那我一直觉得 读圣经吧 还有的时候会 这个想一想 哎呦没气没关啊 或者就想到 这些那些 有的时候状态不好吗 都这么做 就是 就是 就是一旦开读 那就很快就进入状态 就是有的时候 甚至比这个 读圣经还容易 更容易进入一个状态 而且一旦进入状态以后 就完全focus on这个 而且会很很清晰的感觉 就好像 你在这个房间 又不在这个房间 就是就有一点像是这种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读这个著作 就是哪怕不是解经的 就比如说 当我们在读天堂一地狱 就比如说 当我们 那个马灵 我们在读那本 那个叫什么 宇宙星球 我仍然是觉得 有这个天使 因为他讲的就是 天国天使 神这些事情 定是跟他建立联系的 别人觉得呢 大家觉得呢 这个 吴登宝出入灵界 27年 给他的任务 就是让他把事说清楚 而你看圣经上的那些 那些作者 都这个在神的这种 这个默许下吧 或者是 自然默许 带领下 他们 他们好像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吧 没有一个人 或者是很少有人能在灵界出入好多年 反复去出入的 所以他们的情况和写的这种过程 他们理解的深度 那个清晰度和水域动物比起来 应该是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所以这个守秘道的著作 你读起来 那就是原来有很多不解的东西 从这一读 哎呀 原来如此 目的就是要让你 把原来不解的东西都读清楚 另外现在圣经中 你可以回头想想 常常是一个 一句话 甚至几个字 就是一个历史大事件 那你想想 你如果不了解当时那个历史状态 不了解那个前因后果 就那几个字 你很容易很容易 就想象起来 好人家想象的 肯定很容易弄错 很容易 这个张说张有理 理说理 个人说的不一样 我也是这个感受 跟小英的感受比较接近 就是你 我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就是有时候 没有那么像死工的著作 那么容易帮 因为它是帮助我们去理解 圣经的内意的嘛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从文字上来说 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呢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结合到我们今天 这个学习当中 就是说 我们学的史维登堡 这个著作 确实是帮助我们 对圣言的这个效用 和圣言的权能 有了更近 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 实际上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今天讲的这些 最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圣言 是神漠视的 就是神 他是一种悟道的之光 然后他这个圣言当中的 这些文字 实际上是超越了任何文字的 然后他不光是为我们人写 也是为天使写 就像刚才广斌讲的 有时候两三个语言 我们最近在学那个 写思路 比如说四活物 在唱新歌 这个新字后面 就 这是我们牧师 他们这个 从他们的这个 他们这一个学派 就其实是新教 就这个新里面 抑郁着 就是上帝 要创造新天地 上帝要 新的东西过来 不光是 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 我们就一个新字 我们就很难理解 但是史维登堡呢 就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些 慢慢的慢慢的 帮助我 就是进一步的去理解 这些圣言的这些内容 让我们知道的更多一点 然后也就是说 让我们在挖这个牲畜 丰富的宝藏宝石的时候呢 走的更远一点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这第一个大点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意义也是非常深刻 那么今天的这个学习呢 我第二个大点呢 我就觉得三个字 不一样 这个是今天我的领会 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说 今天牧师举了一个例子 他年轻的时候 1965年的时候 比如说他有个什么什么题目 这个题目呢 他同在会同一个题目 他会讲个五到七次 但是每一个时候 虽然是同一个题目 他讲的内容的深浅 都会有真有假 所以说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 在读圣经也好 读史维登堡的东西也好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领受能力 不一样 这个领受能力 实际上就是从主而来的 主 为我们每个人 准备的你的领悟 到底在什么程度 到底从哪一个方面 到底是 就是那个 映举的这个例子 我突然就开悟了 他通过这个 新约的四书前面 四个不同的 这个人 来写主 但是 他们的书名也不一样 他们的记忆和思想也不一样 他们描绘出来的 主的角度和不同的时期 都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 我自己在想 我们在认识这个世界 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虽然知道 这个圣言是出自上帝的本体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弱体 有天堂 有灵魂 有永生的真理 这些都是圣言里面出来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看不见 但是我们可能这一次我读经是这个理解的意思 下一次我再去读经的时候呢 我又有新的这个理解了 所以这个领悟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 所以这一点今天应也讲得非常好 这个领悟就是在我们读圣言的时候 我们要通过祷告 然后才能进一步的就是说 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的我们在那边一步一步的进步 所以我们在学圣经 虽然我们都知道 主是主宰一切的 但是这个主宰一切内涵是什么 对每一个人来说 我是怎么理解的 所以我有时候在群里面看到他们 大家在争论的时候 我今天在学习的时候我就在想 要是我们这批学习的人 都能从今天的学习当中 特别是对我自己 就是说我们知道 我们领受的信息都是不一样 那我们要去跟别人争什么呢 因为不同的信息嘛 就像他今天又举了个例子 我又突然开悟 你让十个人读同一段圣经的话 嘿你可以说 这十一个人的得到的信息也不一样 那我参加过摄影班 老师带我们出去 同一个景点 十个人你就用你的照相机拍出来 这个十个人 而且都是大家在都在努力学的 这个十个人拍出来的照片 内涵角度光线表达完全都不一样 那我如果我们通过这些学习 实际上就应在教我们一个方法和方式 来理解圣经来看待世界 所以我今天记住这个不一样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是跟每个人的领悟不一样 第三个大块呢就是说内和外 就是我们读圣言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圣言的这个效果 圣言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 起了巨大 我们就是作为基督徒的话 我们一边再读圣经 它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那么是怎么来影响呢 这就是一个内和外 如果光从外面的意思对人来说 如果我们只读了个字面 或者是外在的意思 那就所适的有什么用 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圣言的时候 我们去想到内在的意义是什么 属灵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就有了收获了 就像刚才雅各讲的 雅各说 他跟他妻子说 你想想我们这个世界上亿万富翁到底有多少 很少 那反过来马上就联系到 那我们这个在读圣经的这批人里面 或者说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在读圣经 都在努力的学习 那有到底有多少人能够真正领悟圣经的 真正的含义的 很少 那我们这群人呢 就想让自己也能够像亿万富翁这样 越多越能理解 越帮助自己心里去消化 那么我们的进步就会一点一点的 大起来 也就是说肯定的正义 今天这个讲得非常好 然后我觉得硬化来讲的这个 他说在头脑当中阅读圣经 那你肯定是在圣经之外的 那如果你有你的心去读圣经 那你就在圣经之中 那你只是读故事的话呢 那肯定是感兴趣了 这个读也是之外 所以这个内外差别很大 如果说你读约瑟的故事 或者读绵羊的故事 你只是这个 知道这个故事 那是在之外的 但是我们去读这些圣经 读预言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东西 适用于我自己的生活 那么我就是在道中了 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我们这一批人要追求的就是 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 要我们互相帮助 然后来理解 把它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那么这就是我们真正 这个小组就在硬的指导下 我们真正的是可以在道中了 今天这是我非常感动的 这一部分 我要成为这道中的人 谢谢大家 好 感谢主 我再说一点我自己的一个领受 刚才两个姐妹都讲到了 就是关于死为登堡的 这个内在的意义 但是我觉得 我们今天学习的 也是圣经的一个字意 我觉得每个人 色用于每个人 而且一个他要平衡 就是死为登堡的 你跟圣经也要起到 一个平衡的作用 比如说当我们运用的时候 我觉得我个人领受 不一定对 可能神给每个人带领都不一样 我觉得在适用的时候 征赞的时候 神的话还是带有能力的 就是我们 我自己不会写 比如说我为征赞 我为先示祷告 我不会想到死为登堡的写东西 我只会想到 主的话 它是带着能力的 就是及时的跟我解决掉问题 所以说 因为主他也说 他说经上记着说 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 他从来不用他自己的话 他都是说经上记着说 所以说圣经的话 它还是带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在看死为登堡的 这个书的时候 还有我们应用的时候 我个人理解 还是要有一个平衡 当我们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 其实神的 他的自意的话 他也是 他也是对我们每个人产生功用的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如果不对 也欢迎老师们提出来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很好 大家互相 讲一讲自己的理解 相互之间 都可以互相借鉴 非常好 对我觉得刚才 接着燕归来姐妹讲的 我说他是讲的 这一点也是今天的一个 这个平衡点 就是说爱和智慧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当中 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读圣经 也好 祷告也好 就是通过这个 如果你真的是从内心 从你的深处 内心深处去祷告 或者是去学经 或者读学 这个东西上帝的这个字 就不是死的了 他就是活起来 只是这是对我们来说 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我们的一个提升 那么这个提升 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 从内心去 要去领悟他的话 那么通过紫围灯堡 他就会把我们那个洞察力 和理解力 都有一个非常 这是我自己个人 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这是我以前也是没有想象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 我也没有在几年以前 我不会觉得我会有今天这样的领悟 就是说去想象 也同时能感受到 这个平衡的重要性 他就像刚才马林说的 这也是一个翻译上面 就是到底是perfect 是完美的还是完全的 如果是完全的意义呢 这个平衡就非常重要 就是意味着这个平衡 确实是这样 爱和智慧 要平衡 而且要到恰到好处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去处理一个事情也好 那你 祷告上帝 然后你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上帝给你智慧 那你要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要恰到好处 这才是完整 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对吧 对 很好 谢谢 谢谢小姨 怎么样 还有要说的吗 果冰兄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 最后讲 就是说在圣言内看圣经 和圣言外看圣经 我觉得体会 我的体会就挺深的 因为以前吧 经常是圣言外看圣经 觉得好像就是 在读一个教导 尤其是 像有些旧约里边 比较像民数记啊什么 大家一看就读不下去的那种 更是好像没有什么得到 那最近呢 我就是好像就想仔细地来 好好的来听圣经 我就等于是 让自己在圣言内来读圣经 那么我就在读这个 民数记的时候就有 就特别的 就好像眼睛就开了一样 那种感觉 就是说特别是在 就是上帝就跟以色列民说 就说的 跟摩西说 说这个我要把迦南地 赐给你们 然后说你们 你在你的那个12 这个你的支派 每一个支派的你们那个组长 就是那个派他们去 看一看那个迦南 去窥探一下那个地方 看我给你们的地怎么样 然后呢 就他们就选了 就是每个组 组长都去了 就看了 看完回来以后 40天回来了 那就是两个人 只有那个 那个加勒和 和约书亚 说的 哎呀那个地 那个就是很 就是很不错吧 那意思 别人都说 哎呀 说那个地方 虽然是东西很好啊 那个土地也好 也北美啊 但是 就是这些人 很高大 看我们像骂障一样 然后就 反正就特别的悲观嘛 就说 就是这个地 我们肯定是进不去 那只有加勒和 和那个耶稣亚说的 这个 安慰大家 说这个地 既然上帝已经赐给我们 那就是我们的 我们现在就去吧 所以 当时我看了 我就在联想 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自己的一些 过来了 很多的事情 就是 就是在他的 他的属灵的意义 我就能看到 就是说 上帝既然已经赐给你了 这个 这个加拿美帝 那你 你没有信心去 去 那你就没办法了 那你肯定就得不到 这个上帝的应许 那这个 像加勒 像那个 像那个耶稣亚 他们就认为 哎 上帝既然给我 我们就去吧 我不管你有钱 有多么的艰难 我 反正上帝给了 当然就是我的 我就要去 所以说 平时我们日常的一些 很多的 我们的挑战啊 那些 其实我们都可以 来鼓励自己 也说上帝 应许我们的 我们就是要 脚踏到红海里 那就分开了 就是这种信心 我就觉得 哎 就活了 就 而且上帝还说 说的 说既然 因为上帝就发火了 我给你们 你们还不信 他说那么 你们不是 用了四十天的时间 去 去 去窥探那个地吗 那我就 我就罚你们 四十年的时间 才走进加南 才走出的埃及地 走进加南地 一天算一年 四十天就四十年 所以我才就 哇 这个解的 是这个 实在是这个 这个惩罚 真的是很有力度 所以说 哎呀 我们以后 可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我就觉得 哎呀 这对我的是一种 自己的一种 一种鞭策 鼓励他 怎么样去对待神 对我们的应许 和我们遇到的 很多事情 我们想要去 positive的去看 去看他 去对待他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抱怨 因为这个 以色列人一路在抱怨 一路在抱怨 哎呀 我这个 我们干嘛不死在 我们为什么要死在这里呢 我们在埃及 我们有吃 有喝什么呢 反正就老是抱怨 后来又没有肉吃 看到玛纳有了 又没有肉吃 然后上帝就说 那我要让你们 让你们要 连着吃三十天 让那个肉啊 你们从那个鼻子里 都要出来 那那个摩西就说了 说主啊 说上帝啊 说这个六十万的 南丁光就六十万 你要说 三十要吃一个月 你是让我从哪去 给他们弄肉吃 所以我觉得 这都是一种 就是我现在想起 觉得很可笑 当时那个场景 那上帝 那你第二天 那个安春就飞来了 从各个地方飞来了 让大家吃吧 可是大家很高兴啊 吃 然后呢 又去剪啊 什么的 那吃完一天以后 上帝就说了 说你们这些 因为你们抱怨 你们发恶言 你们抱怨了 所以你们都要死 所以呢 你们怎么样抱怨的 我就让你们 怎么样成就 所以呢那些人 就死掉了嘛 所以呢我就在想 哎呀 等一下呢 我们的人生 有多少人敢说 自己没有个抱怨 每天没有个抱怨 而且上帝说的 你抱怨的是什么 我就让你们成为什么 哇 我一想这个简直是太可怕了 我希望我现在 我又又看到了 一个温国之心的一下 因为我这人就不喜欢抱怨 但是上帝又这么 这样子又说了 你抱怨了什么 我就让你们成就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哇 这个真的圣经是一文 又又真又活的书 就当你在圣年内 看圣经的时候 真的是你得到了 那简直是这个太太丰厚的 这个这个生活的这种 给我们怎么样去活在这个 活在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中 怎么样去去和我们周围的人 怎么样我们一起去走天路 这个就觉得这个在圣年内的 读圣经太强大了 所以我今天的体会 还是蛮深刻的 很好很好 谢谢人说 谢谢 讲得太好了 然后我经常在我的生命当中 也是这样的 经常会遇到过不去的坎儿 就觉得哎呀 怎么会这样 就是好像上帝为什么 给我这么一个挑战 或者是给我这么一个试探 然后真的就是 你今天讲的这个东西 就刚才Sara在讲的东西 就是启发我们 也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不管遇到 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不管遇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要通过祷告 然后通过把这个自己的一切 交给主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然后也要 也要我每次都是碰到 很大的事情的时候 我也要问上帝 就是帮助我 给我爱和智慧 对不对 然后肯定这个里面 我也有我的罪 我肯定有什么事情 没做好 或者是应该什么地方 可以要悔改的 这样的话呢 经常这样都出我自己呢 我就会觉得 我的灵命的 这个成长上面 就是这样不断 不断的在进步 所以今天 非常感谢Sara的分享 这个是很深刻的 其实真的 我们活生生的 每天我们在 遇到的事情也好 处理家庭问题也好 社会问题也好 圣经真的是一本 就是 就是我刚才 那个牧师说的 是触动灵魂 触动我们内心的书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 谢谢Sara 分享的那么深刻 那么好 真的 真的挺感谢主的 就是说你看 耶稣亚和那个迦乐 他们说的 我们走吧 上帝也赐给我们了 然后所以 所以那个耶和华说 你们都都进不去迦南地 但是呢 耶稣亚可以进去 因为他们说 我就是可以进去 所以就让你进去了 你说我给你 你不要 那对不起 那你们就 你们就 不要想进去了 所以真的是特别感恩 这上帝真是 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要听到的话 我们的人生多么好啊 对 少走很多万路 就是说我们可以 真的是从内心里面 去学的话 我们就是会 真的会 更 就是灵里面成长更快 然后我们 自己在世上的 处理事情的能力 也会越强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 像刚才 Sarah讲的 他马上就能感受到 我 我不想要 这个 待40年 对不对 我不想在这个困难当中 待40年 我要40天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 自己心里 我经常也会碰到 这种事情 如果我自己心里 没有这种信念 没有这种 trust 就是上帝会引导我的话 那我会看不到这个东西 我可能就走另外一条路 那我的生命可能就 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也像这个 要过40年 对不对 就是我的困难可能会更大 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 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 有时候上帝会跟我讲 就是说 不要看自己眼前的这些事情 要听她的话 真的是活生生的 我跟Sarah 所以说 Sarah你讲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有共鸣 太好了 谢谢 你们这个 就是已经到了 到了这个层级的时候 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了 但是你 我们 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如果 如果和你不站在 同样的高度上 说这个话 那个可能是 或者是没有公明 或者是不理解 你说的啥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 实际上也就是 就像Sarah刚才说的 她已经进入到 这个状态里 所以她对这个事件的理解 确实的感受 感同身受等等 和里面抽象的 或者是 这个抽题出来的 这种 对于她的生命的 这种支持 这种鼓励 就明显的不一样 如果你完全没有 站到这个角度 进入这个角色里面去 那读了也就是读个故事而已 谢谢 谢谢广辟 所以今天这个内外 和不一样 我们这两大点 这个对我来说 我会永远 抓住这两大 好 大家还有 我来提问 我来提问一个问题 我今天在外边 外边的时候 就没事 我都看着 一个小视频 一个小视频讲什么 我长话短说 就是一个 两个团队下的 要结婚 这个时候突然 那女方啊 就带着一个孩子来 跟男方说 一个孩子 她的那个六岁了 结果这引起男方的父母啊 就是一个误会 后来她的母亲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激励地 就说以前没结过婚 就着急 后来没办法了 这个电视台 就把这个小孩子带上来 叫她妈妈 后来解释的原因呢 就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啊 这个孤儿父母都去世 在那个孤儿院里 这个女的呢 在孤儿院工作一段时间 因为她可怜 这个孩子 就把她收养了 叫她妈妈 后来一解开了之后 这个小孩一上场啊 哎呀 就是男人法的母亲呢 那可能是一时转过来 这个小孩也非常懂事 那个头子贴在她的脸上 哎呀 我看了以后啊 就特别的感动 呃 我都表达的意思是 我如果过去看见一些 我就感觉 这都是属肉体的情感 属世界 但是呢 我今天又谈查 什么感受 哎 我在洗了耶稣之后 好像是这种情感 卖卖的就缺食了 就不太有那个人间烟火的这种情感呢 我再问了一个什么问题 你想这种情感 到底是属肉体的应该悔改气觉的 还是那个浪子的比喻 是我们天然的里边这种怜悯啊 这种纯真 失去了 需要找回的 我不知道 又过去的时候 对这些信息 我的感觉属肉体 属世界的应该屏蔽掉 应该记得属灵的 但是我今天又产生感觉 为什么我心里要说之后 反而这种 呃 谢谢主 很好 很好的问题 谢谢 这个 我的感觉 不管是属天的 还是属灵的 还是属世的 最起码 良善 是比真理 更好 更重要的 当我们在往天路上走的时候 无非就是两 两个方面的重要性 两个方面的重要性 特点 就一个是要学习真理 一个要学习 要使自己的生命 要变得越来越良善 而这两者 两者的关系呢 你想想 我们在史公书里面也讲到 就是有的人 可能在真理上 他讲的头头是道 他比这个 第三层天堂的天使 都可能讲的 一点不逊色 但是他没有爱 没有爱 最后到了天堂以后 因为他爱的 在很低的层级 就是那个爱 就把他的 把他那个位置 把他拽下来 所以你刚才讲的 这个例子 这个女的 有这么大的爱心 看到这个孩子很可怜 愿意用自己的 承担很大的 误解的可能 要把他孩子 要扶养起来 那这个应该是一种 非常良善的一种 一种行为 那个 我想如果 一定要分清楚 他是属天的 属灵的 还是属世的 我觉得这个 好像意义不大 因为 因为他本身就是 就是一种非常 非常 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良善的 良善本身就是符合 天堂的要 要义的 天堂的要求的 这个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 谢谢 可能我表达 没表达清楚 作为这个姊妹的 你说的非常对 我认同 我说的是我自己 哎呦 以前我还听过一些 世界的歌曲 哎呦 这是父亲啊 等等 我非常的感动 我都觉得 在 就是在吸了主之后 我这方面的 我都感觉到 这是属肉体的 这种情感 慢慢的就是要 要弃绝 我都感觉到 就是我 我现在的问题是 就是我自己里边 这种情感 到底是属肉体的 属世的 应该就是 悔改 弃绝 还是说 就是一个浪子 就是这种东西 神保留在我们里边的 纯真呢 单纯 应该是找不来 我这个地方 我没有 就是我拿不准 我提的是这个问题 这个 就像我们所对重生的理解一样 重生不是一触而救的事情 也不是说是像我们 有的教会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重生了吗 就会问卷 以为就一重生 就永远就没问题了 重生是一个终生的过程 所以你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呢 你不断地问自己 我现在是状态什么样 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省的过程 也是在重生的过程中 不断地有 有往前走的 有在 在检 核查自己内心的状态 在问 追问自己 核查自己 我现在是什么状态 这个 这个是 这个好像应该就是 重生路上的 其中应有之一 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你一定要问清楚 一定要要找一个人 回答你 我现在是在哪个级别上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似乎可以不问 但行良善 莫问前程 你就往前走就行了 我不知道回答 合适不合适 感谢主 感谢主 好的 感谢主 我的这也是 这个 他这个鼠灵内城 被打开一点 打开一点 随着我们的鼠灵城 被打开一点 打开一点之后 这个鼠灵的流度 流下来了 这样我们对这个事情 会有一个新的看法 原来那个 没有打开的时候 就认为 它是个纯属式的 但任何事情呢 它在里面 包含着鼠灵的城市 但是以前我们 没有认识到 随着我们的这个 重生的进程度打开 会有些这个 新的认识 谢谢 感谢主 好的 我看时间不早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吧 好 谢谢广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广冰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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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谢谢